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表示 人工智能虽然可以汇集多个领域 如公共卫生、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 但这项科技也存有风险 旧市的监管模式、合作方案等 已不足以进行监管运作 因此各国需采取新的措施 来监管人工智能的使用 维文医生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一场场边会议时 谈到人工智能的课题 他表示各国需要采取防护措施 确保人工智能能使用的透明度和隐私性 维文医生还说 人工智能带来机遇和风险 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 维文医生也强调 政府业者和民间必须进行交流 接纳各方的不同观点 以培养护性、树立信心